好啊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很顯然的能源應該是不夠的 尤其是先前經濟部也坦承了 到2025再生能源根本無法達標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了 哎呀講到這個再生能源啊 就跟基隆輕軌一樣 是講出來先騙選票再說 不是要跟你講 統化他到時候 到時候他2024一下臺 那個會留下一大堆爛灘給我們 你把核電廠全部關掉 可是你那個再生能源算20% 這樣明明就不可能嘛 你現在才6%而已 你6%變20%怎麼做得到 我也知道他們的邏輯 他們邏輯說這一關先騙過去 下一關再騙 現在小英政府什麼都不做 現在是完全 你現在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2024好講 誰當總統都要面臨很慘的局面 即使民進黨自己當也是一樣 因為根本就沒有準備 產業最怕缺電 所以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王文淵說 半年內要對蔡政府 提出改善能源建策的 這個政策的建言書 而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鋒也說 企業界只希望供電無餘 他不反對能源轉型 可是可不可以考慮 至少把核電列為是備用的電源 以備不時之需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這個順豐老師 這民進黨的非核家園神主牌 能夠掩蓋現在這個 可能真的是有缺電的事實嗎 工商大佬提出要重新考慮核電 是在給蔡政府搭一個下台階嗎 那為何不乾脆順著台階下呢 到現在為止人民百思不解 3月3號前台大停電 理由就是一個電廠出問題 而且一個火力電廠出問題 那前台大停電到今天為止 百思不解的時候沒有給我們答案 為什麼一個電廠出問題 前台未大停電 這麼樣的一個涉及到 台灣產業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 到今天為止有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所有的民進黨政府是在做 在危機控管 而不是做在我們的能源產業的補救 用愛花電是一個笑話 一樣罵蔡政府罵了也不會有電 因此現在最破解的問題 就是產業界的壓力 台灣是要靠經濟 我所知道有幾個石化大廠 一直到今天禮拜一才敢開工 他當時3月3號被臨時停電 那是造成多大的損失 為什麼不敢開工 因為停電以後還要再開工 開工順利 萬一開到了一半又停電了 那個損失簡直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對整個的產業界的朋友講解 就一直贏到了今天 3月3號到今天 4天的損失它已經有多大 所以今天不要再吹牛 不要再扯皮 就是一件事情 好好的面對核電 這是你現在唯一的一條路 目前因為俄污戰爭的關係 能源的供應也出了問題 所以歐盟必須面對問題 核電是不是力能 核電是不是力能 核電已經是力能了 那核電是力能 那就我要想想 當時不是要進口萊豬的時候 他們也常常講 進口美國毒牛的時候常常講 說歐洲的標準是怎麼樣子 好吧 你們最喜歡談歐洲標準 那歐洲標準已經把它列為力能了 既然是列為力能 為什麼不能考慮一下 我想最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核二的這一個呢 停機再延長核三 這樣子我們或許還可以彌補一下 我們今天的切電的損失 不要再用政治來騙我們 因為已經有嚴重的問題 對於產業講起來 你講什麼罵什麼 對他說起來 我要穩定的電 穩定的電在哪裡 一個電廠會造成前台的停電 到今天沒有理由 沒有原因 沒有告訴我們真相 卻要大家相信你這個政府 不要講了 為了你的掙錢 你可以把九二公司說改就改 為了台灣人民 拜託一下把核電的政策 稍微考慮一下吧 不要總是一個政治掛在前面 因為台灣需要一個穩定的能源